好 来继续来看民众党的董主席 董文贵肯定要选总统 在约到南岛了解到作业三业的状况 前一天董文贵说 贡心就是薪水贡是教育的问题 记者问说这样是不是有失言 董文贵说台湾现在是人财三消失掉 这是教育不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自己并没有失言 针对就过台湾所提出的 要在高兴去核电枪 董文贵人为随着科技进步 核主罗会速消化 方向也会降低 他说过台湾就是想法太前位 所以不让接受 稍来他向上卫逃一个转 批评说民进党要把第三核灵 发电枪来度议是错误的政策 说副政府日空25年 要打到飞去家乡 向前有困难 就先把他先击中 先把他击中 天涯团统做的感觉 民众总统主席郭文贵 会只要来到南岛六岗 了解团统做的三减 知道处理台秘密很厉害 郭文贵人为团统的三减 未来应该主动化 但没得很厉害 如果这一天他说到 即使水水交流的问题 让这一集说不到会 郭文贵也快来回会 我们目前台湾在人才的产销是失调的 就是说你住在制造出来的人才不见得市面上需要的 这个这个倒是没有实验 只是讲太快了 如果怎么不配 跟没到做会 郭文贵说现在也没收到任何的消息 但是郭文贵跟郭文贵跟郭文贵的 展示说科技进步 逐游未来逐游 方向也不仅仅 郭文贵是脑筋 等死到太近 如果说回来 郭文贵这支政府2025年 每天会逐游会逐游会 逐游会困难 SMR这种小型火煮是核反应如发展状况 2025那个再生能源已经追不上来 那现在核反应如全部关掉 那真的要用爱发电吗 郭文贵 挑战理工理事 全台湾走一走 在哪里 这人在家中华 他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让我们最听到 不相同的消息 说新闻给你听